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长城旗下的哈佛H6 自从上市以后啊 就一直是咱们国产SUV当中的一个明星车型 因为它已经连续很多年啊 霸占了SUV销量版的冠军 那哈佛H6到底有什么优点 为什么卖的这么好 今天呢,我就从一个修理工的角度 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哈佛H6的优缺点 那从11年开始 哈佛H6上市以后啊 它就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SUV 因为当时咱们国产的SUV啊 车型还非常少 那当时卖的比较好的SUV啊 有大众的图观和本田的CRV 但这两款车型啊 价格比较贵 动辄就要20多万 那H6啊 它的价位呢 就相对低一点 要十几万就可以 而且呢 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外观看上去呢 还算可以 而且内饰空间也比较大 再加上它配的30的 4G63的2.0发动机 和4G69的2.4的自然吸引发动机 这两款发动机啊 质量是非常稳定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技术老旧 油耗偏高 到2013年的时候 长城把这个哈佛品牌 独立以后啊 这个哈佛H6的销量啊 就节节攀升 因为它前期虽然油耗很高 但是整体质量还不错 再加上经过小改款以后啊 这个H6的车型 卖得得非常好 再到15年的时候 这个哈佛H6啊 彻底火了起来 因为这个时候的哈佛H6 全系配的都是1.5T的发动机 那这个发动机啊 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动力偏弱一点 其实并不是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弱啊 只是哈佛H6 本身这个SUV的车重就比较重 配上这种1.5T的发动机呢 就显得这个动力非常的弱 这是很多朋友都反映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自动挡车型 油耗高 动力弱 是这个哈佛H6啊 当时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口碑 那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哈佛H6的很多品控质量问题啊 被大家讨论 比如说它的车门锁快 经常容易出现 里外都打不开车门 而且它的车门开启啊 非常的困难 基本上2万公里以后 咱们开车门的时候啊 需要很用力的去拉这个车门拉手 才能打开车门 基本上所有这一代的哈佛H6啊 都有这种问题 像它这个时期的自动变速箱呢 用的就是现代的派国泰的6A器 那这个变速箱呢 质量也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说啊 这一时期的哈佛H6 虽然它的品控啊 被大家讨论 但它整体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它的销量呢 一直保持的不错 到2017年的时候 哈佛H6的DI的车型上市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是哈佛H6它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很多国产品牌的SUV的销量 也都上来了 所以哈佛H6 它就没有那么火爆 再加上同时期 H6的车型啊 非常的混乱 最多的时候啊 新老款同时销售 车型多达55款 很多买完车的朋友 可能过个一年半年 都忘记自己的车型 到底是哪一款 那第二点H6啊 有1.3T和2.0T的 汽油版涡轮增压发动机 还有2.0T的财油发动机 咱就重点说一说 这个2.0T的汽油版 涡轮增压发动机 因为这款发动机 是长城自研的2.0T发动机 因为这款发动机啊 它从外观构造上 和大众的1.3.8发动机很像 所以很多人说是 长城模仿大众 1.8.8的发动机 那其实这两款发动机啊 从本质上来讲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这两款发动机 最基本的性能参数区别就很大 比如说大众第三代的 1.3.8的发动机 它低功版的功率呢 是185千瓦 马力呢 有252匹 扭矩呢 有350纽 那长城的4C20的发动机 最高功率呢 165千瓦 那马力呢 有223匹 它的扭矩可以达到385 所以大众的第三代 1.3.8发动机呢 追求的就是低扭矩 高功率 动力好 那长城呢 恰恰和大众相反 是高扭矩 低功率 这两款发动机啊 其实都有优缺点 比如说长城的4C20的发动机呢 虽然它的功率不高 但是这种低功率的发动机 它的稳定型好 所以长城的2.0T发动机 质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这两款发动机 用的发动机技术 区别也很大 比如说大众的 EA3.8的发动机呢 有这个双燃油喷射系统 电控的涡轮增压器 电控的气门生成技术 还有这个稀薄燃烧技术 那长城的4C20呢 有热管理模块 双平空轴 可变排量的机油泵 还有这个正式经营系统 还有双流道的废气涡轮增压 那大家不需要知道 这些技术都是干什么用的 只要了解这些发动机技术 都是当下最流行 最主流的发动机核心技术就行 所以长城的2.0T发动机 不管从技术 还是质量上来讲 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动力上 比其他一些合资品牌的 2.0T发动机呢 要弱一点 因为长城呢 现在追求的就是质量稳定性 而且从第二代H6开始 油耗也有所下降 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 长城H6呢 都用上了格特拉克的 诗赤7速双离合变化箱 但这个变化箱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抖动和低速顿挫 这也是格特拉克 7速诗赤双离合变化箱的 一个通病 那从2020年开始 第三代H6就已经上市 其实我更感觉 第三代和第二代对比呢 只是在整体上 做了一个优化 比如说这个发动机 用上了4N20的发动机 其实就是4C20发动机的 一个升级版 那现在新款的 有1.5T和2.0T的发动机 其实1.5T和2.0T 它们两个在油耗上 是差别不大的 因为1.5T配上这个 哈佛的车重 它的油耗并不低 那哈佛H6从上市到现在 它的口碑一直就是 动力一般 油耗稍微高一点 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有一些 而且整体外观还算可以 空间大 配置也高 价位也便宜 整体质量还算稳定 所以呢 它才一直畅销 这是长城汽车的一个优点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 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